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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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美食也是残出不穷 让人一食不知如何选择 因为很多人的嘴巴变得越来越刁 重要的情况 我们的单身之为挑食 说起挑食 我对这类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你跟他们出去吃饭 分分钟想摔菜单 今天在能够自己来点下点菜 你点吧 我们都不知道点什么 是啊 你是班长 你说了算 那行 那就什么技巧我会吃不吃的东西吗 我不吃鸡鸭 我不吃猪肉 我会吃鱼和海鲜 那我可以吃 好咯 鸡鸭鱼肉海鲜都不能点 那我点一盘胡萝卜和一盘青菜 来来集体喂兔子咯 挑食的人要分为几个等级 初级就是光挑自己喜欢的吃 不喜欢的看都不会看一眼 哎呀妹妹你怎么一直在吃肉 出现你自己多快点 喽我喜欢吃蔬菜太难咽下去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盘子里的肉被扫让的干干净净 好不容易混着它吃了一口蔬菜 结果这蔬菜 任是在嘴巴里扫了十分钟都没咽下去 相信这种是家长们最烦恼的了 挑食中级吃挑佐料 这种群体让很多店家都难以忍受啊 老板 来你这面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难吃一点味道也没有 我的面馆就这么几种调料 你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 我都不知道怎么调了 要不这样吧 我的厨房在后面 你想怎么调自己去调可以吧 啊就这样 通常这样的挑食客人 也只能说这个老板运气太不好了 不过这都算好的了 你要知道挑食到了高级的地步 那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令人发指 弟弟 你为什么把鸡蛋都挑到桌子上啊 你不觉得鸡蛋很增乱 鸡蛋是从鸡屁股里面出来的 我想的我这个画面就恶心 我不吃这条鱼 好丑 这个西红柿没熟我也不吃 这个香菜味道太多了我也不吃 总之挑食的人 只要是他们不想吃的 那他们就有成千上万个理由不吃 我就想问挑食的各位 你们是怎么想的 这世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已经要被你们抛弃了 所以身为吃货的我 挑食是绝对不存在的 其实大多数的人 挑食都是被灌出来的 因为他们不是不能吃 也不是不可吃 就是不想吃 你们两个小子 都要把碗里的胡萝卜都吃完 知道吧 好 吃完了我就带你们去公营玩 好不好 好 好 慢慢吃哈 你弟弟可以帮我把 这个胡萝卜都吃了吗 啊不要 我这么多吃不完 这样我就帮我爸爸 好吧好吧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变成之前的小朋友们 可以不要挑食 毕竟现在的我们正处于长生气的时候 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 才能让我们更快的健康长大 大家说 是不是呢 从小家里的长辈就跟我说呀 这吃东西不能挑食 我就在想了哈 为什么大人们从来不挑食呢 长大之后我才明白 原来他们都只买自己爱吃的 回来做呀 好 没关系 哪个小朋友不是被善意的谎言骗大的呢 那如果没有这些善意的谎言 你又怎么能乖乖地吃下去 那些对身体有益的东西呢 接下来我们进行小座广告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说到脸部的清洁 很多小姐姐都是非常注意的 什么卸妆油啊 洗杯奶啊 全部通通要用上 等这些基础的步骤结束之后呢 就要来对付这顽固的东西了 什么东西啊 黑头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自己的鼻头周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多了一些黑色的小点点 摸起来不太顺滑 用力挤一挤 还能挤出褐色的脏东西 没错 这就是不少爱美女性的公敌 黑头 说到去黑头 大家还真是费了不少的脑子 想了各种的办法 今天我们的好奇调查 就来研究研究 到底什么方法 可以有效去黑头 关于这个黑头啊 确实是一个非常老大男的问题 那今天依然是请到了我们的熊老师 来问我们答疑解惑了 首先要问他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黑头 其实平常有的时候 我也会发现自己别的上有黑头 但是如果你把它挤掉的话呢 会发现它后面越来越多了 其实在清洁黑头方面 清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其次的话呢 就是你的善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在之后的修复工作 没有做好的话 你的黑头再接受到空气的污染啊 和化妆品的这种残留啊 它可能会导致你的毛孔越来越粗大 然后从而的话 它会变得可能会越来越脏 那就是说你如果是 用手这样去挤压的话 会把毛孔给它挤大了 对对对 那今天呢 我们也是有找到网上的一些 非常神奇的一些 说是可以去黑头的办法 今天呢 我们就来为大家一一尝试一下 好的 现在我们的这个黑头实验员已经就位了 欢迎你 那现在呢 来看一下 登登 我身边这个大机器 这台机器呢 就是可以测出 准确的测出 它脸上的一个 目前的毛孔 以及黑头的状况了 那现在就要拜托你 来跟我们测试一下 你的这个黑头状况 好 把眼睛闭上 现在光比较亮 现在我们会来做一个针对面部区域的一个拍摄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会直接进入一个分析 小猪你可以 OK 因为它是通过一个UV的紫外线 然后来能够探到你皮肤中的一些皮质啊等等 和色素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 皮肤毛孔检测结果显示 实验员小猪的鼻头有较多明显的黑色颗粒 尤其是鼻翼两侧 黑头情况非常严重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试这些去黑头的办法 看看哪个最有效 第一个办法就是网上所说的牛奶洗脸 用牛奶擦拭在鼻头上 反复的揉搓 这样牛奶就可以把鼻子里的脏东西一并带出来 我们这就来试一试 小猪刚才呢是尝试了第一个办法 就是用牛奶来洗这个鼻子上的黑头 现在呢我们请他做一次这个黑头的测试 好吗 你再试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黑头的状况 其实跟刚刚的对比来说的话 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牛奶的话 它其实里面还是相对来说 还有一些水分和一些牛奶中的酵素 对皮肤的话 其实多少可以起到一些保湿的作用 但对于去黑头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很大的效果 对 它其实是没有带清洁能力的 所以就是其他对黑头是不会有太明显的效果 那要不然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尝试一下第二个办法 网传牙膏的清洁功效一流 用少量牙膏涂抹在鼻子上 然后按摩一阵 再把牙膏冲洗掉 就能去除黑头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二次 也就是用牙膏作为一个清洁工具以后 来测出的这个皮肤状态了 我觉得这次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其实相对来说牙膏的话 还是会具有一定的这样的清洁的功效的 所以说我们能看到黑头的话 多少还是有减轻一点的 但是其实牙膏的话 我们确实不太建议直接用牙膏来上脸 通过做清洁 因为牙膏的话相对来说对皮肤来说 会有一定的刺激性 对我们皮肤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不建议 是用牙膏来清洁面部 那也就是说 其实牙膏虽然有一定的清洁功效 但是毕竟它是洗牙齿的 并不适合用在我们的皮肤上 那最后呢 我们还剩下第三个办法 就是现在呢 网上流传非常多的这种黑头贴 直接把这个黑头撕掉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试一下 黑头贴 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有强力粘性的贴纸 把它贴在鼻头上 过十分钟之后再揭开 黑头就会被一起拉扯出来 这个方法会不会管用呢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来把这个黑头贴 撕下来看一下 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哇 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贴的效果 还是挺明显的 因为我们都不需要通过测试 肉眼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些这种褐色的小点 对对对 这是皮肤中的一些油脂 像黑头和白头里面的油脂的话 都会被通过它这种 拉扯的力度 把它撕下来 从三次实验结果来看 黑头贴的效果无疑是最好的 不过熊老师提醒 这样的撕拉面膜要尽量少用 不然很可能导致毛孔越来越大 毛孔容易变得越来越大 然后你可能日后的 化妆品的残留 和空气中的污染 会使你的毛孔变得越来越大 然后黑头也许会越来越多 除了去黑头的办法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又该如何预防黑头的产生呢 我觉得个人在家中使用的 家用的这种护肤品的清洁 定期的清洁也非常的重要 然后除此之外呢 在日常的我们的护肤过程中 其实我们要经常定期 去使用一些隔离啊 隔离和防晒霜等等 因为它不仅的话 是通过隔离阻碍线 它同时还可以防止 你空气中的一些污染 更深的进到皮肤里面 所以对于防止你毛孔 粗大的话 日常的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黑头啊 很多人都有 所以也不用太在意啊 那夏天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天气比较热 容易出油 黑头又更容易发生 但是没关系 只要注意好 平时基础的一些 清洁和脸部的卫生 就能有效地减少黑头了 好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我是舒华 到了夏天啊 是螺丝成为当季的盘工菜 那今天刘大厨 就要用螺丝 给大家来烧到菜 那么他会如何来烧制到螺丝呢 好 大家好 一到我们美味嘎床菜的吃饭了 今天来我们是来到的 青云谱的 尽兴杀剧 因为杀剧的叔叔阿姨 就坐着过来 等我们带着来烧菜了 今天我们烧西的菜了 这个菜啊 这家里应该不经常加 也好习惯加 螺丝 螺丝这家吧 好习惯加螺丝 螺丝为你弄烧啊 先把那个牛跳出来 然后呢 放在开车里面炒一下 炒了以后拿了油来包 包了以后呢 放生姜 排酸 香醋 去放那个田面加 哎呀 挖得好有味啊 放了这么多粘料进去 没有螺丝弄烧啊 我螺丝啊 螺丝过去烧 生姜 排酸 辣椒去烧 炒出了 感觉去烧 去烧好有味啊 哦 有个妮母的啊 这个螺丝 会去的家 有个螺丝呢 会拿一个螺丝 扭辣出来再烧的家 尽量我们的牛带煮 为了找个大菜呢 我们接着来 找个大菜需要个原材料 香辣螺丝露 需要的原材料有 生姜 大蒜 小米椒 青椒 螺丝露 好 接着呢 我们来使用个螺丝了 螺丝都是已经 出来了啊 对 这是螺丝牛 螺丝牛 把牛椒出来 对 跟稀有夹起来 就得不个方便啊 对对 好 很快 第一步螺丝肉下锅焯水 倒点醋去腥 然后沥水备用 好 动个螺丝来锅里倒水 去了点腥味 接着呢 再进行到我们的第二步 开始来烧螺丝 第二步 生姜 大蒜 小米椒下油锅爆香 放点酒糟 然后放点香辣酱 接下来将螺丝肉倒入锅中 放点老抽 料酒 啤酒和水 好 接下来呢 就要来加点水了 用水呢 就要用寒溪的润甜脆 泡泉水 来来来 好 多放点啊 多放点 第三步调味 一点盐 鸡精 胡椒粉 糖 十三香大火翻炒 最后将青椒下锅炒匀即可 这盘香辣螺丝肉就做好了 对 完蛋 荣椒吧 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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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椒到水 新的味道 洋葬死 荣椒 荣椒喽 荣椒喽 这个牛弄的好冷 我弄不到 可可给我 今天就不要 好的好冷 哎 因为我们都不能 囊味着 荣椒来观 这个很好 很适合我们给味 我觉得我们老年刚刚吃不了 这个螺丝还满腻 还满腻 这种生饭的很好 它有没有这个螺丝的腥味呢 没有 一家都没有 所以原来我们烧的时候 我们的毛一道水没有放树 所以腥味很浓 它这样毛一道水放树 以后腥味就去掉了 对对对 还放了点鸡 鲜味出来了 对啊 很好 好 这个香腊螺丝肉啊 做好了 你看我们的叔叔阿姨 简直就是一枪而空啊 很受欢迎 这葛道菜有些注意的地方吗 葛道菜呢 主要是要放酸的酱 煎啤酒 因为螺丝肉呢 就各个摄的菜市场 这些都要买 或者还剩下螺丝个 一个鸡椒 因为海鸡酱油 因为海鸡酱油 都喜欢大家蒙螺丝嘛 因为螺丝肉呢 注意就是不要摄太久 就越摄越老 好吗 所以注意这些 葛道菜呢 就会无奥家了 对对对 香腊螺丝肉 大家多 好味了吧 我们讲螺丝肉 其实它的营业价值 是非常的丰富的 有一个美称 叫我们水仙产品里面 那个嚼嚼者 它是真正的一个高蛋白 一个低脂肪 然后是一个非常丰富的 营业价值 非常丰富的一个食物 那么它如果说 从其他角度来讲 可以利尿 同时醉酒的人 吃点螺丝肉 可以帮助 帮助我们给你醒酒 螺丝是咱们南昌人 非常有年代记忆的一道菜 一口做一个螺丝的场景 也是炎炎夏日 非常有画面感的瞬间 但即使到了现在 螺丝仍然是这个夏天 不可缺少的一种独特风味 那么有南昌人的一道菜 今天要送给谁呢 大家好 我叫熊心亭 住在金星社区 希望地宝当家 送一道菜给我的父亲 好了 又到了今天的送菜环节 大家好 我是琪琪 咱们今天这道香辣螺丝肉呢 是熊阿姨要送给父亲的 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 我看还真的是 咱们去他们家了解一下 走吧 熊阿姨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我们进来搜 好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熊阿姨家 熊爷爷也在 这样我们在今天的聊天之前 我们先是吃 好不好 来尝一尝 看好不好吃 来 爷爷试吃一下 螺丝肉 刚刚炒出来 刚刚出锅的 不好吃 入味了吗 入味了 我们自己家炒不到这么好 那其实很多人吃这个螺丝肉 就是会觉得它会有一点这种土 这种泥土的味道 没有是不是 平时在家里 您是怎么做这个螺丝或者螺丝肉的 我在家都没做过这个 因为不太会做 所以不太做 我爸爸喜欢吃螺丝 我都没有尽着这个力量给他做 那今天正好啊 今天正好我们把这道菜替您送给爷爷吃 问一下熊阿姨 今天为什么会想到送到菜给父亲吃呢 因为我父亲从小对我们都很关心 很好 你像这个菜我也不会做 是吧 我对子女对父母的孝心是应该的 你像以前小时候 他对我都照顾的什么开导 做人啊 什么都是 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那个我在初中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画画 我爸爸就指导我 就跟我还请这个老师教我画画 就这样子 你现在还在坚持画画吗 现在我去那个读大学就没时间画 又参加工作以后就没时间 现在退休了 在家里开始参加 又开始了 就参加了老年书法学学校 就开始学 还是在我爸爸的指导下 还是爸爸鼓励你 我觉得我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 真的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鼓励师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像说学画画 因为我记得在我读初中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画画很差 然后我的画画老师 真的就是要说一句 你这个学这个画画 你以后就考零分 然后从此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画过 所以我说到这个 我就想起来 说鼓励师对人真的很重要 那么 这是我 就是我在老年大学学了一年 画得很好啊 哪怕你中途隔了这么多年 现在画得也很好 父亲对女儿一直采用鼓励式教育 而这对熊女士来说 也是十分重要的 他说 正因为父亲对他不断地鼓励 让他勇于尝试了各种 自己不敢尝试的事情 当然 对父亲的感谢 不仅仅是这些 刚才有一次记得我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那个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爸爸从 这个南昌 这个清云府这里 骑车 到那个江坊那里 就通过八桥那里 下雪天 骑个自行车 送个被子 还送了一道 我最喜欢吃的红烧鱼给我 我真的很感动 我谢谢我爸爸 那我们听见这件事情呢 也觉得就是 因为下雪的天 本身就是很冷嘛 对不对 那其实爷爷当时 对这个子女的感觉 应该就是不管天气 下刀子下雪 我们都要给她送 是这样的 眼泪往下流 她在那个江坊的时候 一个人在那里 她也很辛苦 小草之所以嫩绿 是因为雨水的呵护 雄鹰之所以能够展翅翱翔 是因为天空的宽容 而我们之所以茁壮 是因为父母的爱护 父母对子女的爱 无处不在 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愿望 希望我们美食爱心地 替您实现吗 如果有的话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6800 我们尽力替您完成 我们通常说很会吃的人是吃货 其实吃货也分很多种 比如有的人很讲究 吃东西不仅要闻香 还得看形状 要淘彩头 淘彩头有什么不好吗 红红活活 圆圆满满 多好呀 好看才会好吃啊 来来来来 你看这个看起来多好啊 这个肚子听起来多饿呀 老板帮我来一份 小姐姐需要什么口味 这口味吗 看着麦子 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四个弹 OK 有问题 新鲜的火龙果打汁 加入面粉进行搅拌 再加一点盐 就可以做煎饼了 红红的饼皮 加上四个蛋 这么高配的饼底 必须要再加码才行啊 小姐姐需要加点什么吗 我们里面芝士 可以跟火腿的豆腐都可以加 都可以加吗 当然 那可以加你的饼 哎哎哎 琪琪 你到底是去吃煎饼呢 还是撩小哥哥的呀 做好的煎饼 再给你配上店里的招牌奶茶 这样一份充满少女心的煎饼与茶 慢慢享用吧 这我怎么吃的晚呀 奶茶跟煎饼真的是绝配啊 今天的秒杀 来自横旺梦时代的煎饼与茶 奶茶四选一 加上煎饼三选一 需要9块9 赶紧动手吧 好的 今天的地宝当家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关注 您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APP 随时随地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明天同时节我们再见 我们来看一下这满桌的美食啊 就看起来摆盘很好看 而且也非常精致 就完全看不出来 我正在吃一次这个自助餐 所以我觉得